欸不對啊,那一棒姐 那萬一我們燈具的屏閃跟我們的幀數是不同的時候 那應該要怎麼辦咧 好,首先呢 我們現在要先糾正一下Claire 不要叫我一棒姐 是的是的 好,開玩笑的啦 那我們就來再說明一下 對,因為很多人就會講說 欸,那如果說我現場可能有 一般來講你們在外拍或者是說在一個棚內在作業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燈具的setup都已經是完成的 那也或者是說可能 呃,您所租認的這個燈本身呢 都已經 就是這個前置作業其實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到現場去拍攝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改變的 你可以去改變燈具的機會點 可以說是沒有 那另外的話呢 呃,大家可能會問說 那我有可能去改變幀數嗎 那我想答案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說在我們任何拍攝的環境裡面 其實誰最大 不是導演,就是導播 所以我們也不可能去要求導演或導播 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 而去改變他當天要拍攝的一個 一個每秒就是FPS的數字 那這也就是剛剛Claire所問的 那這兩個我現在這個也不能改 這個也不能改,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當天就不能拍 其實不會喔 我們可以有一個必預防的方式 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請各位把一個Shuttle Speed 就是快門的這個參數能夠呼叫出來 那您在做量測的時候呢 以這個案例來講 它今天呃 測到的一個光炫耗頻率是3690 那 Camera 的一個FPS的參數是25 那這兩個呢基本上是不整出的 所以其實機器就會告訴你廢了嘛 那這個時候燈光師應該怎麼做 燈光師或者攝影師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可以再去看Shuttle Speed本身的 這時候如果你有把這個參數呼叫出來 機器會給你一個建議值 那這個建議值呢就會建議說 請這個時候去看一下您攝影機裡頭 目前有沒有去做快門的一個設定 一般來講 之前有 之前我有詢問過一些攝影師 那他們也講如果用 目前來講是用比較高檔的一個攝影機 在作業的時候 其實一般來說他們不太去動 攝影機本身它的預設的快門的快門值 那比較會去動的大部分還是在光圈的一個參數 那這時候如果是有發生這個現象的時候 會建議各位依照CB600本身 提供給您的一個Shuttle Speed的參數值 去調整您攝影機的參數 那基本上因為在每一台不同品牌的攝影機裡面 其實Shuttle Speed的一個參數值是選項嘛 那它基本上都已經有設定好幾個選項 可能又會有朋友問說 欸但是裡面其實不會有一個叫做可以整除的狀態 那怎麼辦 那基本上建議就是能夠選 儘量去選擇一個最貼近可以整除的一個數字 以這個案例來說 那我倘若120 就是3690跟120是沒有辦法去做整除的嘛 那我們就可能去選擇這當中一個可以最貼近 就是除出來的數據數字是越小的 那就可以去改善 因為相對來講它所會發生頻閃的一個現象也會比較低 那就可以去用這個方式來避免當天的一個拍攝動作 可能會因為這樣的狀況而被迫中止啊或者是延後啊等等 那相對就會造成了一些拍攝團隊當天的一些有形的成本的增加 OK這個就是針對CV600在平閃這個功能裡頭的簡單的介紹 謝謝 謝謝 經過剛剛Evonne這麼詳細的解釋之後呢 我相信大家對我們的CV600就是Flickr的功能一定非常熟悉了 那我想要請Evonne姐再幫我們做一下總結 喔錯了不是Evonne姐是Evonne 對 又來了 我想要請Evonne呢可以幫我們做一下總結 就是CV600 Flickr Free這個功能呢 它的總結重要性在哪裡 好 剛剛其實花了蠻多的時間去介紹CV600裡面 頻閃量車的這個功能 那我最後再用很簡單的一分鐘不到的時間跟大家做個總結 其實CV600 Flickr More這個功能 大家記住就是我有兩大功能 一個量測燈具本身的一個有沒有頻閃 第二個就是可以去量測拍攝環境有沒有頻閃的現象會發生 那要記住的參數就是所謂對頻的概念 Always在強調的都是當你在拍攝環境裡面 你所使用的攝影機跟你所使用的燈 他們二者之間是不是有一個倍數的一個關係存在 那倘若不是我們也就是利用另外一個頻率 也就是Shuttle Speed的參數來去縮小這之間的一個差距 那藉由調整Shuttle Speed也可以來降低頻閃的現象的發生 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會說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去善用CV600頻閃的功能呢 很簡單就是第一我可以透過Flickr More 來取得燈具光訊號的一個頻率 因為光頻率、燈具的頻率呢 其實是任何的影視燈或是一般商業照明的燈 也都不會在規格上面秀出來給一般的使用者知道的 所以它勢必是需要一個儀器來告訴你說 你這盞燈的一個光的訊號頻率是多少 OK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參數 機器會很快的告訴你你的燈具 你使用的燈具本身有沒有頻閃 或者是它頻閃的比例高還是低 那再來的話就是你可以去檢查現場的環境 會不會有頻閃的現象 那我們也順便可以提供你預防的功能 所以最大的重點就是可以確保你拍攝作品 或者是相片或者視頻的一個質量 以上就是我這邊對CV600裡面 Fleaker Mode的一個介紹 謝謝大家 經過剛剛對Filter跟Fleaker Free的功能介紹之後 我覺得這個功能真的是對燈光師還有攝影師 真的是降低它們成本之外 還增加它們工作的效率 那我現在想要請問一下一棒呢 那我們第三個功能Exploger Mode到底是什麼呢 想必大家也心癢癢想要趕快知道吧 我真的覺得我們家小編呢 真的非常的年輕有活力 而且非常的廢活量 一定是一個很健康的孩子 那現在呢我就來介紹一下 CV600針對影視產業的功能裡頭最後一個 那其實這個功能呢 是Expert Mode 也就是曝光參數的檢測 其實我想所有的攝影師本身 跟以往來講你們都使用曝光錶 其實已經非常非常的上手 也都非常的熟悉 那簡單來說其實CV600只是把曝光錶的功能 再把它加入到我們的一個手持式光譜儀的功能裡頭 那我就由這張錶其實可以非常非常清楚的看到 在進入了Expert Mode裡面呢 其實它會跟各位過去使用曝光錶裡頭的經驗值其實是一樣的 你可以自己去選擇你是要 要取決快門還是光圈還是感光度這三者哪一個為主 那這個部分像這裡就是黃色框框的部分呢 就是一個手動設定的一個參數 那紅色框的部分呢其實就是機器本身 它會自動給你量測結果跟建議值的地方跟參數 那所以呢這裡有一個個人 就是說比方說你個人設定值會設定哪些在不同的Mode T Mode F Mode還是TF Mode等等 那量測的一個數值會提供給你哪些 那最後一個就是當我比方說像我個人可能就是一個對攝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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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熟悉的一個人 所以呢我就絕對會選擇一個EVMode 就是所有的參數呢都是機器本身它可以提供給你 那我想這是一個所有影視產業裡面 尤其是攝影師對這個功能來講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因此我就不在這多做介紹 但是要強調的一點 也就是因為CV600再加上這個鋪光表的功能之後 那我們也可以說其實一台CV600它等同於過往在這個產業的各位朋友們 你們在不管你們本身是燈光師還是你們本身是攝影師或者是導播任何的拍攝團隊 所以在過去可能你必須使用到至少兩台的一個設備來去做一個您的拍片的一個作品的質量的保證 比方說照度計、色溫表還有曝光表 那但是呢只要現在呢群耀科技UPR Tech就是提供給你只要一台CV600的影視專用機 那你就可以一次達到跟取代這三台機器的一個功能 所以這不論是在成本上還是工作效率上其實對各位都是絕佳的一個幫助 以上就是對CV600影視的影視產業的朋友們所介紹的特殊的功能 謝謝 我們真的很感謝今天一放對我們有這麼多精彩又詳細的介紹 想必這台CV600真的是解決了很多人的困擾呢 那現在呢我就要來進行我們下集預告啦 那下一集呢 好好奇喔 誰? 一位神秘嘉賓 我先講一下他會講的內容 畢公司嗎? 對!畢公司的神秘嘉賓 畢公司對我來講就不神秘了 沒關係 說一下吧 是哪位重量級的人物呢? 就是呢 我們的大PM 我們的安大哥 是那位現在已經在著裝打扮怎麼要拍下一趴的那位嗎? 對我剛才看到有化妝師 他還有專用御用的化妝師 天啊 好吧 那我們就跟各位觀眾先預告一下 那安大哥呢 他其實在這個 LED燈的這個產業呢 已經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所以呢其實 我相信從他等會 要替大家介紹的這幾個主題 各位會對於為什麼影視業的朋友們 會開始從以前的色溫表啊 曝光表啊 照度計啊這些儀器 那為什麼要開始去走向一個 使用分光式的光譜儀的 主要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原因 那他會針對整個色度學或光度學的部分 替大家做一個最簡單明瞭的一個介紹 謝謝 謝謝大家 期待我們下集囉 掰掰